各位網友, 大家好, 在開始之前,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 留言, LIKE, 和 SHARE 最佳開幕的小鈴鐺, 等新片出口, 馬上通知你, 如果方便的話, 頂一頂 先來講講樓市消息, 竹木新盤, 長實旗下位, 黃竹坑站上蓋, 3B 旗的 Blue Coast 今天加推3號架單, 涉及174伙, 折實均價23892元 發展商表示, 架單定價只是輕微提價0.81%至1.73% 但如果是順數字看, 比起第一張架單, 均價21968元貴8%, 比第二張架單22703元貴5% 同時公佈銷售安排, 落實在今週六, 即6號, 進推3張架單, 總共422個單位作首輪銷售 詳實執董趙公表示, 加推單位定價虧少些, 呼籲准買家有鬧親手 首輪發售422貴單位, 3張架單Lowen, 平均至10呎價22955元, 依然虧大本 他對銷情非常有信心, 預計首輪銷售後, 價錢會有較大幅調整 有消息指出, 項目截至今日下午大約6時, 5日內已接獲15000個入票登記 以今週六發售單位計, 應錄得千萬一認購超過34倍 另有美資投行高城內地基金海龍稅共同持有的上環88WL全動雙下 在錄得巨額虧損下, 終於買出了 市傳獲得本地財團, 以大約7億承接成交赤階7760元 消息指新買家已見韜化工呼聲最高, 居民成交期更短至1個月 物業是位上環永樂街78-90號樓高24層, 在去年才落成 每層面積大約由3988呎至4253呎 較低樓層可以做餐廳之旅, 而高層樓面做傳統寫字樓 現時整體出租率大約40%左右 看回資料, 大陸基金海龍稅 在2017至2018年間 先後買入永樂街三個雙年舊樓地盤 只是收購這三個舊樓地盤用了9億6200萬 其後再引入高盛投放資金進行重建 如果今次以7億賣出, 只計過地盤收購價 9億6200萬, 這裡已經虧損了2億6200萬 如果連同重建成本, 至少都虧5億至6億 是近年雙下最大的洩藥 早前也有跟大家報道過 海龍稅近期的財政相當不行 它本身有一棟商客 坐落於灣仔謝飛道303號 叫做海聯 是再早前由鄧成波羅接回來 然後翻身 最近已被銀主接管 兼且在拆售車位 另外市場再有消息 內地鋪位投資者劉軍 持有尖沙咀海防道32-34號 寶峰大廈地下D鋪連角樓 面積830呎 再加830呎的角樓 新近以1億3000萬賣出 較日前報道 業主要求抵價1億3800萬 再低800萬 據問劉軍在2017年 以3億透過俗稱買殼公司股份 鑽樣形式賣入 持貨7年賬面虧1億7千萬 涉幅高達57% 另外有超過40年歷史老牌建築商馮長記 在上個月初 因資金周轉問題突然宣布清盤 日前富邦銀行分4單案件日品高等發表 分別向馮長記、創辦人馮長的子女 和其他相關公司 追討至少6,966萬債項 並且要他們交出6個抵押物業 日品狀說富邦銀行 在2022年6月向馮長記旗下公司 發出兩份貸款通知書 截至2月底 還欠富邦6,966萬 但由於公司清入盤 富邦轉向擔保人追討 其中包括有創辦人馮長的子女 而他們還有6個物業 包括九龍塘馬可利大廈 地下連3個車位、土瓜環起足單位 和匯創國際中心的單位 由2015年開始抵押給富邦 讓富邦借錢給其旗下子公司長期奉長 其中有5個物業還做賣議案 富邦入品狀要求他們交出這些物業 這宗新聞再加上近期的結業潮 真是令人覺得很唏噓 好像陳啟宗所說 今時今日的香港最重要是保本保命 盡量輕生上陣 不適宜做過大投資 另外這裏有篇是袁利明 提及租大型商場的苦處 現在大型商場是不會減租的了 逐第一年不加租金透銷 第二年合約定名一定要加 現在商場和租戶簽合約 租金方面從來都有兩點 第一是交基本租金 或者每個月的營業額百分比 譬如10%、12%、15% 就以高的作準 所以商場是有權看租戶的營業收入 為什麼舊租客逐約不會減租呢? 因為地產商看著它對上兩年的生意額 以後一定做得更好 所以就不用減租 收開這麼多就這麼多 但現在誰敢保證 今年的生意額會比兩年前好 如果生意不好 每個月的基本租金 隨時會佔生意額15-25% 混合人工、信用卡、 勇金、燈油、火納、入貨 是為不到皮 舊租戶就不能減租 其他吉舖就找新租戶進來 租金便便宜過舊租戶很多 還有可能生意和你打對台 也有可能降級變成珍珠奶茶 可以怎樣就唯有轉場 做另一個場的新租客 租金便便宜少少 不過要重新裝修搞一大餐 而裝修費又好貴 轉場隨時可能又得吉 所以寧願三門倒閉 保本保命是好有道理 慈宿那個連本都沒有 死撐為甚麼? 再來跟進一下二手的涉案個案 第一家由南豐和香港輕業發展 有三座高層A室1761呎4房 連一個車位買了3600萬 車價大概204 業主一2018年用了5019萬 買一個單位 再用380萬買多個車位 總成本去到5399萬 次貨六年賬免蝕了1799萬 相等於三分一 第二家是元朗UHOTOWN 有間八座中層H422呎620萬 車價大概14600 業主一2020年用了670萬買入 次貨三年半張免蝕了50萬 第三家是新鴻基位元朗半身樓PARTYOOHO 6A座中層D室723呎710萬 車價大概9800 業主一2016年用了772萬6千買入 次貨八年張免蝕了62萬6 第四家是新鴻基位元朗UHOTOWN 有間中層B3室284呎開放式 賣了396萬 車價大概13900 業主一2019年5月用了516萬買入 次貨五年張免蝕了120萬 相等於23.3% 不過我相信買入當時收新鴻基不少回贈 第五家是恆基位則如沖半身樓PARTYOOHO 有間中高層Q室299呎海景1房 賣了570萬 車價大概19000 業主一2019年用了789萬買入 次貨五年張免蝕了219萬 相等於28% 第六家是位於馬安山曉峰灣盤 有間5座低層B室482呎海景 賣了624萬 車價大概12900 業主一2020年用了730萬買入 次貨四年賬免蝕了105萬 相等於14% 第六家是東沖影灣原 有間7座高層B室632呎海景1155萬 車價大概103萬 業主一2018年用了758萬 次貨六年賬免蝕了103萬 相等於14% 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再開啟鈴鐺 讓新片可以馬上通知 如果方便的話 判檔頂一頂